3 1 2 3 大學畢業冒開心往上丟 象徵人生新階段的開始 每年的大學畢業典禮 都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走遍美國各大學可發現 越來越多的畢業生 來自中國大陸 但這個情況 隨著中美衝突加劇 已悄悄在改變 5月19號 川普和重要內閣官員 一起現身白宮玫瑰花園 發布重大宣誓 要制裁中國通過港版國安法 其中包括這一項 根據這場公告 美國政府將取消 有軍銷背景的 中國留學生簽證 原因是這些研究生 可能為中國政府 進行間諜活動 估計受影響的人數 約為3000到5000人 已經在美國的人 將會被註銷簽證並驅逐出境 不在美國國內的學生 則不准入境 美方有關做法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和種族歧視 嚴重侵害中國在美留學和研究人員合法權利 《紐約時報》則點名7家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大學 只要畢業於這些學校簽證就會拒罰或取消 除中國解放軍設立的大學外 包括北京理工大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南京理工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等都在其中名單之內 你完全憑一個學生的學習經歷 就這樣子來拒簽 我覺得是對中國學生的不公平 我認識的所有人 我敢保證肯定不是當間諜的 都是來這邊認真學習 話雖如此 美國對於中國學生 為解放軍擔任間諜的憂慮 由來已久 今年1月 聯邦調查局就以間諜罪名 通緝一名解放軍系統大學畢業的 中國留學生葉彥青 指控他申請簽證時 隱瞞自己是解放軍中衛身分 進入波士頓大學就讀 並從事間諜活動 後來逃回中國 我們已經被解放了 我們用國會議員關切 趁勢提出安全校園法案 禁止中國公民在美國大學 理工專科的研究生或博士課程 學習就讀 應該限制他們只能進修人文科目 我們必須看大學能讓中國職務 特別是在後輩級之階 從中美兩國對立升溫 川普早就想對中國留學生簽證開刀 早在2018年6月 他先將航空工程和機器人等 高科技專業的留學生簽證校期 從5年降到只剩1年 兩個月後他在一場晚宴甚至指稱 所有中國留學生都是來美國當間諜 一根子打翻一傳人的發言 果然讓隔年申請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人數 出現10年來首度下降的情況 中方部分赴美留學人員的簽證受到限制 出現簽證審查週期延長 有效期縮短 以及拒簽率上升的情況 目前在美國境內的中國留學生超過36萬人 行令頒布後遭限制簽證的人數只占1%左右 雖然不算太多 但已經對中國學生造成恐慌效應 美國政府也預期留學中國的美國學生 簽證審查會越來越嚴格 甚至受阻擾 學生如今變成強國政治角力的新目標 教育界之所以會大力抨擊 因為過去10年以來 中國留學生已成為美國大學國際學生的主力 約佔全部外國留學生的三分之一 每年為美國政府帶來140億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4200億的外匯收入 除了學費之外 不少留學生消費能力強 除了民生用品 還有人買車置產 活絡大學社區經濟 中國留學生大舉進入美國 時間點要從2008年金融危機說起 當時企業資金短缺 對學校的捐款大幅縮水 迫使大學大量招收國際學生 充實校務經費 尤其是中國學生從每年不到10萬人 暴增到超過36萬 成長超過3.5倍 我們從中國從中國的學生 在我們的學校 在我們的社區 在我們的國家 美國大學的平均學費 約在5萬到7萬美元 當地學生可申請獎學金及補助津貼 國際學生則必須繳交全額學費 兩者的差距可達2萬美元 換句話說 等於是國際學生 在補貼美國國內學生的學費 一旦美國把軍校背景的 中國留學生驅逐出境 在中國求學工作的美國人 恐同樣得面臨簽證的刁難 中國雖未對此做出回應 但雙方已嗅得出火藥味 中美又將出現另一次的交鋒與對立 中美畝 蒙露 中美 ン 悅西 感谢观看